宋大爷得努力了 那么下一题 请问传说中话蝶的一对情侣是谁 梁山博语菊花台 梁山博语菊花台 对了 梁山博语菊花台 你咋不说梁山博语菊花台 我怎么窜台了 这道题呢 宋大爷得了十分 你扣了五分 请接下一话题 那么历史上对媳妇最好的人是谁 宋大爷想到了 宋大爷回答 我好像有点梦足了 那你笑什么呀 扣五分 是西门青 潘安 答对了 下十分 主持人啊 哎 宋大爷 主持人 那个 我想提个建议啊 两位男嘉宾 可能你们俩是为了活跃气氛 刚才出的这些题呀 问答题呀 可能都这个门槛比较低 那么接下来我看这嘉宾都带书来的 人家是准备好了呀 咱们能不能考点文学方面的常识 主持人可以吗 可以 那是什么题呀 那个主持人 是低答题还是抢答题 抢答题 抢答题吧 两位男嘉宾准备好了啊 请听题 一试银河落九天的上一句是什么 不知道 抢五分 抢他的 你哪想个歉是的你呀 我就指着你不知道 好下一题 男嘉宾请听题 深舞采凤双飞翼的下一句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你咋这样呢 好的你不学 就在这一方面咱俩是心有灵心一点痛 对了 加十分 我问一下 谁咋的 不你说的吗 心有灵心一点痛吗 慢呀答对了 不是 蒙的也算呢 这就是八九八地 不管蒙蒙蒙 经过这一环节比拼 宋大爷 三十五比十五 那么进行下一环节 女嘉宾自由提问 两位男嘉宾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接下来呢 我再问的问题就跟现实有关了 对着整点现实 我是说假如 假如我跟二位其中的任何一位牵手成功的话 您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能给你特别幸福的生活 现在才生活好了 咱俩能牵手的话 一天都不在家呆的 知道这啥吗 车钥匙 而且是房车钥匙 我带你全国留的 全世界留的 不一首歌唱得好吗 我要带你去那浪漫的土耳其 顶天是从黄谷到铁锡 你别听他忽悠 就你那破车还有粗果呀 从家把我拉到这 连个减证都没有 都把我点灯兔了 我早上吃点海参鲍鲍鱼龙虾斗吐出来了 那鲍鲍鱼突然火的 它是有抓的 这天的八家 我这满手金鲍的都回不过来玩儿 我能装大玩儿吗 我能装大玩儿吗 献啥呀 献没这些东西多庸俗 女嘉宾是这种人吗 多恶心 我有这么多银行卡 我跟谁说了 你嘉宾 我也就是让你看看 我显没了吗 低调点好不好 都是细卡吧 人处细卡 好了好了好了 两位男嘉宾啊 也许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 也许是你们误会了 其实呢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对物质生活并不看重 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 实话是说 我这个人啊 是比较喜欢朗诵诗歌呀 听听音乐呀 哎 那咱俩太合拍了 我跟你说音乐这块啊 一点说都没有 吹大弹朗我啥都会 我告诉你啊 在朗诵诗歌上 我获得过我们县里第二名 这样我当场就给你来一个 我也给你展示一下 哎呀 你上一遍而且 早晚都得走这一步 你看看 这样啊 我就在你面前 声情并茂地给你朗诵一首 啊 我给你朗诵一首 你就看着就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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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가 啊 苍败 钻头头 七三一九 费 一度西洋 你疯了你呀 疯了你呀 老哥俩干嘛呀 你干什么 是不是打红了 是不是打红了 我给你透个蹄 好了好了 西洋红 好了好了 喇叭声太大了 要不我重来一遍 不用了 好了 你俩干啥 咱是乡亲来了 不是打架来了 主持人啊 我那个 我的话问完了 再问都有生命危险了 那么 既然这个环节已经过去了 那么进行下一环节 请赵阿姨和亲友团们打分 首先呢 给 程大爷打分 20分 来 给宋大爷打分 好 每个人各得了20分 但是 前面宋大爷得了35分 加在一起是55分 那么大家恭喜 宋大爷和 赵阿姨有了牵手的机会 好 恭喜你们 不好意思啊 你还牵手了 你还要你丢人了不好意思 来 男女嘉宾各上前一步 请大家静候 赵阿姨的答复 停 男嘉宾哪 我可以问你一个题外的话吗 行 你咋长这么黑呢 因为我不想白白的活一辈子 好 好 另外一点 我还想暗中保护你 男嘉宾很幽默 也很优秀 其实我很欣赏你 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乐观向上 很积极很阳光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你特别优秀 你能找到一个比我还好的人 哎呀不找了 这一年早就给我累完了 你就行了 到你这我就停了 再也不找了 不是 男嘉宾我是说你太优秀了 我配不上你 哎呀你配我八个来回 再拐三个玩的 我是说呀 我们俩不合适 那我明白 那我明白了 分得够了 没看上人 就用那句话了 我本将心姓明月 怎奈明月造勾曲 勾曲 你来吧 对他 他有意外的惊喜 没想到半岛 撒死一匹黑马 李嘉宾 我这条件你也看着了 不是不是 这一块啥没毛病 我知道 你有啥要求你说 我尽量满足你 没有没有没有 男嘉宾你可能误会了 你们条件太优秀了 我配不上你 不是你有啥条件你提 没事我尽量满足你 我真的是不行 你看我这个人吧 无儿无女的 我 那你就先找个儿女双拳去呗 但是我有姑娘没儿子 你看这差点 我给你当儿子 只要我们老哥俩 你看不管谁 你能相忠一个 我这人吧 其实没有那么小心眼 你只要相忠他了 我都祝福你们 你就相忠一个吧 要不你也孤苦伶仃一个人 也不好处理那事 不是 我们家我啥事都做不了主 那没事啊 让未来的岳父岳母做主也可以 我们家的我老伴说了算 那听他的也行 把他交了一样 就这样 让你老伴来 毕竟老伴是人主辛苦 你老伴你啥 谁 哎 离婚没离头啊 没离 没离 你上这扯啥大脸 你把城里人真敢玩 真大事是你耍猴呢 你跟我完美解释 要不然我就说 今儿任何一国 今儿你谁也过不去 我告诉你 行了 你把话说完 还是我替他说吧 我哪里能不要 呢 我的人 还没了 也不是 我给你带她个人 您好 我让你们 姐姐 来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年龄了 用不用这样的吧 我也想好了 实在不行啊 咱四个一起过吧 咱四个一起过年 这马上来到年根了 两口来都来了 我们这儿啊 有一样一体化的敬老院 不光我们立两个老头 还有一堆老头老太子呢 每天都欢欢乐乐的 大哥呀 你说那是不是抱头儿养老 对 那一天可好了 我告诉你大哥 就你这体格啊 你都用一巴辣先套没了 大哥呀 我觉得遇见啥事啊 要敢于面对 积极向上 无所谓的 真是太好了 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了 怪不得前九期 赵阿姨都没牵手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看我说有啥毛病吧 赵阿姨虽然说 没跟两位大爷牵手成功 但是他跟他老伴 跟咱们三合普春 牵手成功了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 是最完美最成功的 你们说对不对 这样 咱们每人一句话 各位总结 赵阿姨您先来 感谢两位男嘉宾 感谢三合普春的 父老乡亲们 能让我们有机会 集体养老 新的一年 马上就到了 老伴啊 我就祝福你 咱俩呢 齐心协力 共抗病魔 集体养老 幸福快乐 好 我也说两句吧 我觉得啊 一个人好 不算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这新年来的 就祝大家 早财进宝 好 再祝我个人吧 再新的一年 啥事都比老苏好 你比我好不好 这事我管不了 今天没找着 来年我还得接得少 趁现在正说这么好 来年我抓紧要个二胎 好不好 我觉得你自己投胎都没投明白就变成二胎了 你能想下一代 我就说着玩的 天也不早了 上我们家吃饺子去呗 行啊 你会坐线子不 我会 但凭你 我也会 你后面呗 贵 那你包饺子 那你干啥呀 我去呀 走走 站住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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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去我管你 去我管你 走 走 走 前面是大爷子 去饺子去 走 哎 怎么得酸的馅的啊 你 我 我 我 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